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魔王仲介服務處的時間啦 來看看今天來了哪些客人 來看看 好的那我們開始來幫 阿牌佈置他的房間吧 首先壁紙我們選擇後院牆 地板則使用花草地板 養牛的氣氛就出來啦 再來放一張自然風花園椅 自然風花園桌 再幫他準備一張吊床 另外一頭再放置樸素DIY作業台 角落放置一個黃金箔 曬椅乾 最後再放置一個鳥籠 這樣就完成阿牌的房子整個走室外風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自己家的後院 連音響都沒有放 而且其實這樣的擺設是坐不上椅子的 但是這都是按照阿牌的喜好擺設的 恭喜阿牌交屋成功 請按照阿牌的高層 而且記得要按照阿牌的小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幫寂諾佈置他的足球場吧 首先壁紙選擇體育廠牆 地板則選擇草坪地板 踢足球一定需要足球球門 再來就是放兩顆足球 再來插一把優勝旗 最後再放一張導演椅 這樣寂諾的足球場就完成啦 什麼偷懶只放五個傢俱 足球場就長這樣啊 跟阿排一樣寂諾家中沒有音樂播放器 那如果另外送他音樂播放器的話 他房間則是會播放KK好萊塢 恭喜寂諾交屋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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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我們來佈置琳達的豪宅吧 首先壁紙我們選擇紫色玫瑰壁紙 地板則選用紫色摩洛哥磚地板 床鋪的部分選擇使用紫色玫瑰床鋪 再放一張古董玄關桌在床邊 接著幫愛洗澡的琳達準備淋浴間 以及一座浴缸 再來選擇這個灰木色玫磚的樸素洗臉台 再放置一個滾筒式洗衣機 廚房的部分則選用倒式廚房 墻壁上幫他掛一台壁掛式電視50寸 桌上放置闊箱棒 音樂播放器則使用留聲機 最後再放置一個藤邊毛金蘭 音樂選擇上使用KK搖擺月 這樣琳達的貴婦封豪宅就完成啦 恭喜琳達交屋成功 接著旁邊的字幕 接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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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開始來佈置合同的房間吧 首先被紙來選擇深色千木牆 地板則使用紫色簡約地板 床鋪的選擇則使用藤邊床鋪 角落放置一個藤邊矮桌 以及藤邊沙發 另外佈置個飛鏢把 衝浪板 再來佈置一條古蛇魚 有錢人家裡才會養的魚 接著放一台多媒體音響 再放一台DJ台 龜貝玉 用來裝飾房間 最後在牆上掛上椰子壁掛盆栽 一月的選擇上則使用KK綠洞 合同是難得房子裡同時放有兩個音響的居民 加上房內的古蛇魚當作佈置 可以感受到合同它不同反響的氣質喔 恭喜合同教務成功 拉倒 1 2 3 今天任務圓滿達成 感謝大家收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